今天我们来编织这款四个颜色来编织的 这里是西瓜粉粉粉到浅粉到白色 每一排的花形是一样的 我用了四个颜色来编织 下面我们开始起身 我用了三号生编织 我们现在开始起身 这款针起身起四的倍数 你要编织多大你就起多少针 好 甚至我们起到四的倍数 四的倍数起好以后 我们开始编织 我们先要编织几排的 反针 一下摆 一下摆我们要编织几排 这几排底部我们全部编织反针 编织到你想要的高度以后 我们就开始编织花形 向循环编织 先编织几排 一角边编织的高度我就编织六排 编织高度以后我们换个线 我已经切好了 关线我们要先编织一排的反针 这里是编针 先编织一排反针 这排我们全部编织反针 这排我们全部编织反针 好 这编织完以后我们来这排 花形 编织花形编针 编织以后 撕反针 然后我们调过这针 不编织 我们直接线从我们前面挂过 这样子 线直接从这里挂过 再过一针 编织 再调过一针 一针隔一针编织 调一针 再调一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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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排就这样循环编织 把这里前环编织完 我们先把编织完整以后 反面 反面编织 这里是编织完整以后 这里是编织完整以后 这里是我们刚才 这针是我们刚才跳过的 没有编织的 这是我们编织的编织 这一针我们没有刚才挑过来的 没编织的 我们现在编织正针 这针编织反针 正针 反针 这里就是一针一反 记住 我们刚才挑过的 这一针编织正针 刚才编织反针了 现在编织反针 一直编织一针一反 编织 把色牌编织一针一反 编织完成 一针一反 编织完以后 这牌我们全部编织平针 全部编织平针 一样的喜欢编织 这两个颜色我编织好以后 现在我换第三种颜色 我这个编织一见编织 现在我换的是浅的颜色 换个浅颜色编织 编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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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织完以后 我们就编织 编织 浅颜色的花形 编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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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样的 这针 挑过来 不编织 直到这针 是个反针 这针挑过来 不编织 是编织 是编织 编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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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调线 是反正 这是一生隔一生的调线 如果它是很有规律的 如果你调错了 它就会花形就变 它都很有规律的 调线 偏一个反正 调线偏个反正 这花形就稍微简单了 在配色上看你喜欢 我配的是尖边色 当然你可以选择单色编织 单色双色编织都可以的 好 先制一个边针 刚才我们调过没有边色的这一针一样的 边色正针 这针是反针 正针 反针 这一针一针一针 这一针一针 这一针一针 就会刷出来 嗯 那边 这一针一针 就会刷出来 然后就会刷出来 然后拍这个适当 就会刷出来 它就会刷出来 它的这针一针 就会刷出来 如果编织一件神剑衣服的话 它就像彩虹一样的漂亮 你也可以按彩虹一样 七颜色搭配编织 会是一件很漂亮的衣服 然后下一排 这一排全部是平针 它跟我们第一把编织的这个生法是一样的 我们只是重复颜色 花形 这一排全部是平针 我们已经重复颜色两遍了 我就不再颜色了 然后下一排我将会放淺一点的颜色 等一下我编织成品以后给大家赏试 我用了四个颜色编织 从西瓜红到粉红到简红到白色 然后这里是西瓜红重复编织 这个颜色编织的 起来的花形是一样的 就是每个颜色编织一排花形 重叠起来看起来就很漂亮 你可以根据你自己喜欢的颜色来编颜色 反面很平整 然后再继织一样的颜色